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台话题度很高的机器 联想拯救者Y9000X2023 与以往主流价位的9000X不同 今年的它主打高端和颜值 采用了进阶的配置和纯白的机身 同时售价也大幅提高了 不难看出联想是准备在这台机器上进一步完成高端化的尝试 而备受关注的Y9000X能不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呢? 看完这期视频相信你能找到的答案 先来介绍一下详细配置 我这台处理器是H45的i9-13960H 6个P核加8个E核 独显是最高115W功耗的RTX4060 内存是32GB DDR5 5200MHz 板载加插槽的设计 硬盘容量1TB PCIe 4.0×4速率 由于定位较高 本次Y9000X没有16GB内存可选 屏幕采用了16英寸3200分辨率 100%P3色域的IPS面板刷新率为165Hz 价格方面 4060版本的首发价是12999元 4070版本是14999元 相比上一代贵了不少 如果说去年的Y9000X是偏主流价位的轻薄游戏本 那今年的Y9000X就是纯粹意义上的高端机型了 至于它到底哪高端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 外观部分 今年的Y9000X全部采用了冰破白的配色 辨识度非常高 机身采用了CNC一体成型工艺 侧面有金属拉丝的切边 我这台机器的右侧稍微有一些歌手 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而表面则是进行了AED阳极电勇处理 摸上去有点类似磁器右面的触感 跟常规的金属有所区别 抗指纹效果很不错 机器的A面比较简洁 只有镜面logo和名牌 在开机之后 尾部会点亮接口指示灯 方便盲插 不过电源接口的灯 要插入适配器之后才会亮起 有点奇怪 在配色方面 机器尾部和A面的颜色会有一些区别 尾部几乎是纯白 而A面则是6uA带一点灰色 屏幕可以180度开合 上下边框都比较窄 上方有1080p的摄像头 可以通过侧面的开关关闭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代Y9000X的屏幕是圆角的 和Win11的UI适配更好 这也算另一种高端吧 C面依旧是教科书级的经典布局 不同之注在于 今年加上了单键RGB 可以在Legend Zone里自定义调节 也支持和软件进行屏光同步 实测它的亮度还是挺高的 本来这台电脑是清纯静域系的风格 再加上RGB之后就多了一丝活泼的味道 不过部分键帽的背光不是特别均匀 纯色模式下会比较明显 至于按键手感则是中规中矩的水平 打游戏够用了 触控板表面有玻璃覆盖 手感比较顺滑 地面没有什么特别的 脚垫和后盖都是纯麦配色 中间是一大排进风孔 整机厚18.2-20mm 机身重2.16cm 适配器933g 整体三维和上一代比较接近 它这个体型比常规游戏本便携一些 但也不能算是很典型的轻薄游戏本 主要还是做工品质感更高 接口部分 机身左侧是一个雷电4 一个10G的USB-C和一个3.5mm的耳麦口 右侧是SD读卡器 后侧有三个10G的USB-A口和HDMI 这个接口数量对于20mm以内的机型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速率也很优秀 日常基本够用 有点遗憾的就是这个USB-A口全在机身后面 日常插把稍微有些不方便 看完外观 大家觉得新款的Y9000X颜值怎么样呢? 抛开价格不谈 这台电脑在外观上下了很多功夫 整体做工比前几代高了一个档次 确实有种高端游戏本的感觉了 下面进入实测环节 是显色屏幕 屏的规格和ThinkBook 16P很像 都是3.2K加上165Hz加上100%P3色域 但所用的面板并非同一块 这台电脑预装了爱色力色彩管理软件 可以进行色域切换 同时在每个色域模式下都有对应的校色文件 在DisplayP3模式下色域容积可以达到102.6%的P3 色域覆盖97.3%的P3 SRGB模式下则是覆盖99.7%的SRGB 色整部分 SRGB模式下平均了它以0.6%最大1.48% DisplayP3模式下平均了它以0.86%最大2.13% 都是不错的水平 在刚拿到机器时 这台电脑存在加载校色文件后色准反而变差的情况 不过目前已经通过更新修复了 我们这里展示的也是更新后的成绩 校色文件支持云端还原 不用担心重装系统后会出现丢失 屏幕标称最大亮度为430nit 我们实测中央可以达到445nit 屏幕为全亮度DC调光 响应时间方面黑白8.9ms 灰阶13.6ms 表现还可以 控制中心里还有一个屏幕OD开关 但是打开之后并没有什么变化估计是个bug 总的来说这块屏幕的素质还是不错的 分辨率色域刷新率都是良好以上的水平 无论是用来玩游戏还是做设计类的工作都很实用 然后再来看一下性能表现 CPU是H45的i9-13900H 这种偏薄的游戏本上一般上不了台式机规格的HX55系列 13900H基本上就是能三下的最强CPU了 实测Cinebench R23单线程能跑到2067分正常水平 复合性能部分跑一遍R23循环 第一轮能达到19000分 后续会稍微下降维持在18000分左右 整体表现平稳 从跑分时记录的LOG可以看到 CPU第一轮处于PL2时间内 最高跑到了125W 之后受到温度强的影响回落 随后几轮都先在100W以上保持了一小段时间 回落后稳定在85W 对应的温度大致在86-98度之间 这样的性能释放对于这个厚度的游戏本来说已经不错了 显卡部分它搭载了最高115W功耗的RTX4060 在超能模式下默认进行了超频 核心频率加了150MHz 显存加了50MHz 在野兽模式下则是有一个手动OC开关 效果是一样的 实测FSE能够跑到13468分 Time Spy 10872分 Superposition教室6642分 因为今年4060的电压墙定的比较低 100多瓦就能跑满频率了 所以115W并不会影响性能 反而是超频之后比默频跑分更高了 测完理论跑分 再来看一下实际游戏里的表现 这台电脑原生3.2K分辨率对于游戏来说有点太高了 所以说我们同时测了更常见的2.5K的成绩 首先是高帧率网游 原生分辨率下CSGO 419帧 FF14 70帧 APEX 90帧 CSGO肯定是没问题的 另外两个游戏感觉还是稍微有些不够用 在2.5K分辨率下 帧数有所提高 都可以破百了 流畅运行基本没问题 这里我们把4060版本的Y9000P成绩也放了上来 可以看到在同分辨率下 Y9000X的帧数相比这种偏厚重的游戏本差距并不大 大型单机部分 在3.2K分辨率下 只有对显卡要求不高的地平线5和古墓丽影能跑到60帧以上 其他游戏都是40帧左右 看来对于4060来说 3.2K全高画质单机压力还是有些太大了 如果是在2.5K分辨率下 情况会好不少 大部分游戏都能跑到5060帧了 像2077战锤3这种低一点的 稍微降一点特效 或者开个DRSS也能流畅玩儿 同样 115W的显卡功耗也没有影响它的游戏帧数 甚至由于显卡超频 很多游戏帧数比未超频的Y9000P还要高一些 另外 这台电脑曾出现过游戏中显卡功耗读数锁定在3W的情况 不过最近更新之后就再也没有复现了 估计是已经修复 对帧数也没有负面影响 除了常规的游戏跑分以外 我们还测了一下这台电脑搭配拯救者140W淡化加设备器的帧数 结果有些出乎意料 虽然比原装230W小了将近40%的功率 但实际帧数差别并没有特别大 完全处于可用的状态 4060的能效比确实高 考虑到目前支持140WC口充电的游戏本还不多 这种便携方案也算是拯救者特有的一个亮点了 不过这个方案也有两个小问题 一是这个淡化加设备器长时间工作时温度很高 最好是配合辅助散热使用 另外在我们刚拿到机器的时候 PD充电有怪略会出现电流声 在更新了BIOS之后这个问题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简单小结一下 得益于40系较高的能耗比加上标配i9 今年Y9000X的性能表现不错 游戏帧数跟相同配置的常规机型游戏本相比差距也不大 当然这个3.2K分辨率对于大型游戏来说还是太高了些 从我的实际观感来说 这块屏幕显示2.5K画面时没有明显变活的情况 可以考虑玩游戏的时候稍微降一点分辨率 然后是一些生产类相关的软件 Adobe 3000套PS可以跑到1302分 PR 1832分 AE 1085分 成绩基本符合预期 比定位类似的ThinkBook 16P还略高一些 再加上3.2K的广测域屏 用它来做一些创意设计的内容还是很合适的 Spec Workstation的成绩带我们也跑了一下 大家可以参考 测完性能下面就是拆机环节 这台电脑拆解不难 卸下底面螺丝即可解开后盖 内部结构相比上一代做的升级 有不少改动 可能还有人会拿它和ThinkBook 16P来对比 从拆机图可以看出 它俩今年是完全不同的模具了 定视容量是顶格的99.9Wh 在混合模式下 PCMark10系列办公需要时间是5小时27分钟 日常应用脚本测试为3小时40分钟 如果切换到完全关闭读写的iGPU模式 则可以延长到4小时12分钟 原装的固态硬盘是1TB的海力式PC801 PCIe 4.0x4速率 跑分很快 这次Y9000X在原装硬盘上增加了易碎贴 所以加装硬盘的时候插在右边显示的M2上就可以了 自带的硬盘就不要动了 内存为16GB板载加上16GB插槽的设计 插槽部分为三星DDR5 5600MHz 实际工作在5200MHz 这个容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够用了 跑分看图 无线网卡位于硬盘下方 采用叠叠乐的布局 这一台型号为Intel的AX211 同时我们还拿到了另一台采用8852CE的机器 推测物料应该是混用的 相应实测数据也一并放上来 大家可以自行比较 最后是散热 它采用了四热管双风扇的散热模组 有一根热管隐藏在了背面给供电和显存散热 下面用烤机来实测一下它的散热效果 室温25摄氏度 性能设定为最强的超能模式 单烤FPU CPU维持在90度 封装功耗85W P核3.9-4.1GHz E核3.1GHz 单烤显卡 RTX4060维持在76度 115W 频率2265MHz 双烤CPU和显卡的功耗有一定的波动 大多数时间都在29-106W左右 对应的核心温度很低 CPU73度 显卡79.6度 这样看起来 感觉这台电脑还有不少潜力可以挖 于是我们试着把它垫起 结果发现温度还能再降一些 不过总功耗没什么变化 然后我们又解锁了功耗再跑了一遍 此时它可以跑到50W加115W CPU显卡都在76度左右 这个核心散热水平 在20mm厚的游戏本里 可以说得上是第一梯队了 很强 不过在表明温度上 Y9000X的表现就不太理想了 键排中间靠上有一块高温区 温度最高的键帽达到了49.2度 中央区域也有45度 热感非常明显 背面的温度也不太乐观 尾部附近达到了50度 拿起机身的时候就能感觉到热度 噪音方面 超能模式下满载人为分噪为55.6分贝 属于常规水平 总的来说 Y9000X2023的核心散热很好 但是表面温度明显偏高 我个人认为 今年Y9000X为了做薄 在表面温度上的牺牲实在有些多了 平时更建议电起机身搭配外接键盘使用 体验可以提升不少 另外我们还测试了一下它搭配拯救者140WPD充电器的成绩 结果能够维持在26-80W 烤机30分钟电量只下降了2% 作为一种便携解决方案应该是足够了 好了 测试了这么多项目 相信你对这台电脑的表现也有一定的了解了 按照惯例 这里总结了三条欧缺点给各位参考 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 今年Y9000X高端化成功了吗 就我实测的感受来说 应该是成功了一部分 这台电脑确实有不少优于主流游戏本的地方 比如特殊的涂层和配色 更加精致的做工 高规格的屏幕 以及相对轻薄的机身等等 在联想的产品线中 它的定位是独一档的 作为一台高颜值的轻薄型游戏本 在一种高端笔电中 它有自己存在的意义 不过它有一些 诸如表面温度偏高之类的短板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13000的售价 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其实我个人认为 对于一台高端笔记本来说 除了配置 做工 性能释放 这些常规的参数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那就是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度 过去两年 Y9000X都是一个偏主流价格的定位 口碑已经养成了 而今年突然谣声一变 成为高端机型 这么大的变化自然不太容易被大家接受 做更高端的产品没有问题 但消费者的认可是需要逐渐积累的 今年的Y9000X 受众群体有一些变化 我觉得只适合那些预算较高 需要有一定性能 但不追求极致 同时还特别在意做工品质感的用户选购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们 如果将每天都会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笔八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交流买版信得帮助点的小白 这是笔八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